总经理 北大法宝创始人赵小海发言 欢迎 谢谢张索飞理事长 各位专家 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 热烈祝贺今天的个人信息处理的团体标准发布 评估指引的发布 也非常有幸 北大法宝作为一个对法律人的知识和传播的平台 承担这次的直播的任务 实际上我们跟张老师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合作 很早像这个领域 我们实际上北大法宝也有这些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收录的裁判文书当中 有大量的他原来带个人信息 对吧 那么法院发布的时候 以前没有规定的时候他就带 对吧 那么还可能有些涉及到个人隐私 对吧 那我在法宝的这个平台上 那么我们在进行服务的时候 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对吧 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 也曾经有过一些的这种诉讼和案件 那么这个就是本身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规模那么大 对吧 但是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 对吧 还有一种我们在检索服务当中 对吧 比如说按照传统方式 那么一个用户 对吧 那我也 他是律师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也好 有可能是律师 还好一点 但是也有普通公民 对吧 那么他如果比如说他查婚姻法 是吧 那我在他查询的时候 我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查询 对吧 我给他推荐婚姻律师 过去叫离婚律师 后来叫婚姻律师 现在又改成叫家事律师 对吧 我觉得有点像咱们这个企业合规这个是一样的 过去管打官司 现在管 现在我们管合规了 对吧 过去讲规章制度 他实际上针对一个企业的服务和家庭服务 这个眼镜 但是现在如果说我要针对一个人的特定的访问的信息跟踪 对吧 我只对他提供家事律师或者婚姻律师的推荐 就给他自己 对吧 我发现他自己有这个行为 我觉得可能呢 就是有点问题 对 所以这两天 苹果也说下一步他发布可能就要抑制 对吧 各种APP对在苹果的这个系统上的这个访问的这种追踪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这个我们如果有一个这个这样一个团体标准之后 对吧 那么我们拉通法律 拉通行政法规 是吧 拉通一些这种一直到技术的这种实施 对吧 这个到企业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呢是就特别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法宝呢也愿意跟着大家和合作伙伴一起 我好像有一个那个PPT 对呢 那么一起呢来推动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为大家提供法律啊 提供 呃 司法实践啊 呃 对对对 那么呢一起来来来这个这个推动落实这个事啊 所以呢实际上合规呢不仅有法律的这个层面的 法规这个层面的对吧 那么更多的是说要像今天有一些合规评估性的指引 呃 我把这个的就比喻成像我们法宝呢 就是原来我是做纸质地图的 对吧 那么或者说图书是个纸质地图 大家用法律的知识 那么后来我们做了成了一个电子地图 对吧 就像过去的凯利德那样能看 或者PC上的百度地图 对吧 那么现在有导航 有导航系统 那下一步呢 因为我认为就是自动驾驶 可能这种合规的评估性指引啊 和它的一些行为规则呀 就直接通过数据化和装置化的形式 控制或者APP也好 还是里边的程序模块也好 对吧 直接抑制控制 反馈或者监管 你的这个APP上的作用 所以这个呢我也认为是 就是法律科技的这个 这个一个发展 那么 怎么把这些电子的信息和知识 必须要通过人过去 通过手工的工作来做的呢 那变成一个类似导航的系统 这个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呢 就是我们法宝除了 就是过去是一个给法律人提供各种知识的平台 对吧 到我们现在用这个 智能的这个好像又不行了 好了 对对对 那么我们就像我刚才讲的 不断地发展到 怎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更多的内容呢 辅助法律人的进一步工作 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个原来这个就是一个合规的平台 这个合规的平台呢 不是对那 对这 好好谢谢 对那么 这个也是 这种合规的这个平台呢 实际上它有 有法律本身的规定 有行政执法的一些要求 对吧 那也有可能是民事的 对吧 那么加上现在这种 这种 还有形式的 这是产权的 对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把 合规的知识和信息 怎么通过感知收集和传送 对吧 比如说刚才这个事情 对吧 那我给它 算 计算它之后 推可能是不合法的 但是我要让用户它 你自己订阅 你需要这个 法律服务 对吧 我需要数据合规上面的 对整个法治的最新的感知啊 团体标准啊 对吧 或者发生的诉讼案件啊 然后而且呢 把这些信息呢 在这个贯彻到它 合规的系统当中去 对吧 影响企业的合规流程和行为 这个意思呢 就是类似我们做了一个 合规导航的地图一样 到哪之后 它提醒你 要干什么 不要干什么 大概干什么 对吧 或者是别人有事了 叫前方 事故多发路段 对吧 你要注意 那所以我们通过呢 就把知识的智能化 介入到管理当中 那么包括 合规的义务清单啊 这个 规章制度的可视化表达呀 对吧 到这个 整个的这种内容 所以我们 这个新的平台呢 就改变了过去 企业的合规平台呢 是个密似系统 所有的法务合同人员呢 要自己手工往里填呀填呀填 就是手工制造内容 那我们是智能的收集感知内容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七个 比如知识产权呀 市场交易呀 但是现在就没有数据 这部分 那下一步呢 可以把这部分呢 很好的吸收进去 对吧 那你关于数据合规的 我们有标准 有知识 有法规 那么就要贯彻到 相应的行业呀 企业当中去 那这种贯彻呢 可以通过 信息化的办法 对吧 通过智能的办法 来够给企业来赋能 对吧 加上 这个 就总体呢 就是大概是 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呢 也是 非常高兴 那么我们整个的 北大法宝呢 是北大法学院创办和领导的 法律科技企业 但是大家也知道 我们一直服务全国的机构 学者和法律 所以我们另外包括今天的直播呀 那么我们的相应的课程啊 对吧 以及所有物和下一步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和知识图谱的应用 我今天就边看边学习 怎么让大家今后更好地掌握这个标准 不是说读完了可能会忘 对吧 或者是记不住 或者说不好用 那我们下一步可以用一些更加智能化的办法 把这个 这种合规啊 标准指引啊 甚至评估的工作 用人工智能辅助一下 我们下一步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 跟张老师一起可以怎么辅助来研究一下 那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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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